清水休息站 車子進進出出 車流一波一波 沒有停過 整個停車場一大早就有五六層滿 這麼早出門 就是怕塞 會比較害怕塞車塞很久 尤其又帶小朋友在車上 就會很焦慮 今年春節有七天假期 廉價的第一天 不少民眾想避開車潮 準備返鄉 黑早出門 有人連早餐都來不及吃 來到商場吃吃喝喝 順便買點伴手禮 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民眾進入休息站 停留時間相對短暫 東西買完吃完直接上車 就上個廁所 或是吃個東西就走了 不敢停留太久 像我們吃一吃會到戶外 戶外的話應該 比較不會有群聚的問題 店家趁著空檔忙著補貨 跟平常相比 大約多了五六倍的量 準備要迎接人潮 這樣覺得人比較順暢 所以背後應該都足夠了 今年的高峰期 會落到初二及初三這兩天 業者說上午的車潮 還不算明顯整體順暢 沒有擁塞的狀況 預計下午人會越來越多 結果韓正信家警察 來身區小組台中 採訪報導